Odia Jungle 退堤大楼 国胜6街2号大楼 国胜6街41号民宅等四栋建筑物倾斜 到他 搜救人员在云翠大楼旅馆213 已寻火已聚一体 性别不明 应该是加拿大籍夫妻其中一人 目前此次地震 罹难人数增为11人 据搜救人员指出 213号房应该为两位家籍华裔夫妇居住 五位大陆游客应该是在201号房 目前搜救的最新进度 搜救人员已经进入201号房 发现何凤华的包包与女婿杨洁的证件 至于加拿大籍夫妻的213号房 在房内找到他们的衣物与港币 却没有再发现两人身影 现在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一具性别不明遗体 搜救人员持续搜救 希望能尽快将失踪者找出 据东分析门云早前报道 台湾花莲云门翠堤大楼 搜救黄金72小时不断在流逝 搜救人员在8日晚间21点 掌握到7位失联者位置后陆续都有进展 不过4大1小路客所在的201号房间路线 被大型楼板压着 成为搜救行动最大阻碍 另外加拿大及夫妇所在的213号房 遭受3楼强烈挤压 搜救人员决定从上层用电钻向下进攻 搜救人员根据监视系统 重新掌握到7名云翠2楼漂亮生活旅店失联者行踪 4大1小路客阳 杰 丁文昌 丁守惠 何凤华 与杨浩然 入驻201号房 加拿大及香港夫妇苏维喜 Peterson妻子肖敏宇 则是在213号房 由于陆续在201号房找到何凤华的包包 以及213号房外苏姓夫妇的证件 港币与散落义务 都能确定这两房有人 据台湾花莲灾害应变中心统计 截至8日晚间7时许 台湾花莲地震已造成11人死亡 272人轻重伤 仍有6人失联 搜救人员目前持续救援中 其中一名在地震中遇难的女性大陆游客身份得到确认 截至目前遇难大陆游客人数升至4人 此前 海基会稍早公布 当前花莲墙镇失踪陆客人数增至5人 据指出 这5人被入住云门最低 漂亮生活旅店的陆客一家5口祖孙三代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海峡交流基金会今天中午在媒体联系组通报 截至当前 花莲墙镇共造成4名陆客死亡 陆客失联人数已增至5人 当前海基会政协处离难陆客家属取得相关证件 赴台处理后事 据知情人士指出 失联的5人分别为76岁老翁丁文昌 75岁老妇何凤华 39岁男子杨洁 40岁妇人丁收惠 12岁青少年杨浩然 一家人赴台自由行 入住漂亮生活旅店 203号房 据海基会通报 当前确认离难陆客 分别为来自福建厦门的40岁妇人于飞 来自广州的47岁杨立荣 与19岁李杨袭 于年 约50岁的妇人为家及灌带确认 四人均为自由行旅客 之前受轻伤的陆客夫妻宋家祥及刘璐 于治疗后依其医院及请求 海基会已协助于8日搭击返路 中边海外网送